晚上好,纽西兰枪击案上一周发生之后,首相署部长呼吁人民,详应周历举办的和平集会,不过集会的合法性却存有疑虑。 另外,2019年全球幸福指数报告,昨天出炉之后,那几遍大作文章,蒙采联邦指甲区部长卡丽沙默,但原来是他自己大摆乌龙。 欢迎收看3月21号的百个大世纪。 晚上好,我是景龙。 昨天的大世纪,我们告诉你国内西马的最幸福地区。 但对于在国际上马来西亚的排名是多少,也引起一轮唇枪舍剑。 联邦直辖区部长卡丽沙默,昨天趁着国际幸福日就表示了,根据2018年世界幸福指数,大马是159个国家当中排名第35位的最幸福国家。 不过前首相纳吉今天变二度打脸卡丽沙默,先是指这一份指数是在西蒙执政前所公布的, 显示大马从2017年的第42名上升7个位置到第35位。 其次就是卡丽沙默承载完大马的35名号名次之后, 国际随即公布的2019世界幸福指数却显示出, 大马的名次足足掉了45位至第80位,落后于新加坡、泰国和菲律宾。 而且大马和委内瑞拉、乌克兰和印度齐名是下降最严重的国家。 目前我国的排名是这一份报告自2012年开始公布以来的最低排名。 不过纳吉这么用力的酸西蒙其实也是在踩自己, 因为在这一份报告是在2016到2018年期间平定的, 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纳吉掌政, 也就是说幸福感指数和排名暴跌45位, 他似乎也应该负上一定责任。 换个焦点,从下独马昨天透露了政府接获不少来自国内外, 由于收购马行的现役, 而此话一出再次引起人民猜测政府是否会卖掉马行。 而到了今天,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在国会走廊受访时就直言, 政府目前已经没有能力再拯救马行。 阿兹敏说道,政府未来是否还会注资只是其中一个选项, 不过政府还需要探讨最佳的方案。 另外,巫统林茂区国会议员凯里则担心, 政府如果私营化马行, 马哈提第一次的认相时的事件将会重演。 90年代,马行脱售给打阻定之后, 因为营运失败导致政府被迫回购马行, 并承担巨额的亏损。 凯里也说,政府在策略上需要一个国营航空公司, 虽马行需要保留, 但至于未来以怎么样的模式来经营, 政府必须慎重思考和讨论。 另一方面,纽西兰基督城恐怖枪击案酿成50人死亡, 另外有三名大马人受伤, 而伤者之一的穆哈默塔米兹的17岁长子, 穆哈默阿哈兹也已经正式罹难。 死者的丧障仪式在当地中午时分, 在基督城纪念墓园进行, 并由大马最高专员署协助家属来处理。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穆加西, 也在今天下午前往纽西兰, 会见这一起枪击案的大马受害者, 同时也对这一起案件做出了声明。 而随着穆哈默哈兹的理事, 部长也建议全国清真寺在明天举行葬礼祈祷一事。 另外为了反击恐袭暴力, 穆加西表示, 本周六早上将会在独立广场举行全民团结大集会, 首相杜马, 内阁成员以及朝野领袖都受邀参与。 不过这一场集会却可能并不合法, 内阵部长穆佑丁就表示了, 主办单位应该遵守和平集会法令, 包括提前智慧警方。 根据和平集会法令, 主办单位必须在十天前通知警方。 穆佑丁说道, 无论谁是主办方, 都必须要遵守条规, 没有人是可以豁免的。 另一方面, 在恐袭发生之后, 当局发现凶手合法拥有五支枪支以及拥枪执照, 包括两把半自动步枪, 两支手枪, 以及一把连珠式步枪, 当局因此誓言颁布严格的枪支法, 从4月11号开始, 禁止出售所有军用的半自动武器以及突击步枪。 根据现行的纽西兰法律, 居民只需要满18岁, 就可以购买军用半自动枪支, 而在只有约480万总人口的纽西兰, 就持有120万枪支, 相当于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支枪械。 最后感谢您的收看, 我们再会。